稍微在这种题目怎么算 如果我今天把细菌放在 氮15的培养基养了很多代 让它的双骨DNA都含了氮15 然后把它放进新的培养基是含氮14 所以旧骨是氮15 新骨是氮14 好 这次我不是问你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 我只是问你第N代会出现怎样的通责 好 我们来看哦 如果今天以DNA的条数 DNA算就是几条 一支细菌就是一条DNA 两支就两条 四支就四条对吧 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的氢氮15拿出来 一开始就一支啊 我就以一支为我们的基础基数 好 一开始就一个DNA一条 好 复制之后变两个细菌 变两条 再复制一变二 二变四变四支 四支细菌就四条 好 再复制四变八 八变十六 好 所以我们DNA的总量 是不是2的N字吗 N就是复制几次 复制一次变两个 复制两次变四个 复制三次变八个 好 这叫做DNA总数量 好 再往下看 我们一开始的氢带哦 两股都是氮15 对不对 好 所以氢带 我现在问的是 一股氮14 一股氮15的数量多少呢 是零 因为一开始两股都是旧 都是15 好 这是氮14跟氮15的数量 你两股 一股氮14 一股氮15 好 往下看 到了F1呢 我们的氮15 氮15要分开来 本来是氮15 氮15嘛 好 分开 一个事物在这 一个事物在这 好 接下来放的就是新股 新股我用14 好 所以你的一股氮14 一股氮15的 这样子的在F1是不是两条 一条在这里 好 继续往后复制 我的15还分开 15分开 你会发现后面各代 一股氮14 一股氮15 永远只有这两条 因为你的15这一股 旧股只有两条啊 所以你看我这边的记录哦 一股氮14 一股氮15 最后也是这个氮15 氮15只有两条 所以两股中有一股是15的 永远只有两条 不会增加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看 一股氮14是新股 一股氮15 氮15是最旧的那一股 它的数量永远是2 除了氢氮 因为氢氮是两股都氮14 而不是一股氮14 一股氮15 好 当我知道你的 这样子的情况是0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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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剩下的那一股是氮14 氮14咯 它总共有几个 我不就可以这样算啦 我总数是2 2-2 这边是0 总数是4 这边有两条 4-2 这边是2 5-2 这个结果 我换个颜色 如果今天 等我一下 好 那如果今天我总数是8 其中两个是氮14跟氮15 那两股都氮14的 氮14 氮14的 不就8-16 好 那如果总数是16 氮14 氮15是2 那剩下不就是14 是两股都氮14 以此类推 我就得到一个通则 就是当你复制到DN代 DNA的数量 是2的N次方 总数这么多 但是一股氮15 一股氮14 永远是两条 好 那剩下的就是氮14 氮14 不就是总数减那两条吗 好 所以我得到结论就是 这个结论 让我用个 细的笔来写 就是DN代后 N代后 一股15 一股14 一股14 比两股都14的数量 会是2 比2的N次方减2 就得到这样子的通则了 好 我问的是1514跟1414 有些题目很平 他会多问你 那1515呢 0 因为半保留 1515虽然在清代在一起 虽然他的清代是在一起 可是后面就要分开 所以两股都15的 不会再出现了 他的数量是0 所以有些题目会把这三个拿来比 请问151515 比1415 比1414 数量是0比2比2的N次方减2 就出来了 好 这个题目是在 请你导出他的数学通则 可是我们是生物课 这个通则不重要 只是跟大家讲 当我的代数太多的时候 我不会一代一代的画出来 那个太麻烦了 你只要抓住这个铁则 一股15一股14的 永远只有两条 因为一开始的15只有两个 所以后面只有两条是带了单15 其他都只有单14 那其他就是总数减到这两条 剩下的就是两股都14的 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这种题目 我问到 我说养到第1000代 照算啊 养到第1002代 照算啊 就不需要一个一个话了 以上就是 这种类型的题目 他的数学模式怎么导出来 我就说明到这里